歡迎回到最新一集動漫戰隊 但這個動漫戰隊不是恆常集數 是我們非定時的節目 應該說是動漫戰隊延伸出來的節目 就是這個刀劍監察院 繼續和大家討論這套人氣神作 《刀劍神域》這季動畫的深度分析深度行 今天有我大王在 阿謙 大家好我是南瓜 當然要走這個SAO深度行 所以我又再次請到一位超人氣嘉賓主持回來 大家好 我是王舅集團主席高天舅 舅哥辛苦了 都知道你業務繁忙 今天叫了你回來真的非常開心 最近身體有點差 病了幾天 你沒有吃你的護肝素 臭肝的味道 護肝素不是猛能的 不是 排毒排得好一點的人就沒有那麼嚴不舒服 我就是只顧著拍那些臭肝的那個 話說是你只是吃那些臭肝的那些東西 你沒有吃其他東西就拿了東西 舅哥 不要緊啦 舅哥你可能難得有些時間不舒服休息一下 就可以用這時間來看這個SAO再研究一下 繼續跟大家做這個SAO深度行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病了那些時間就睡了 但覺得各位聽眾都等了很久 而這幾集的確是很值得一講的 這幾集的確是很值得一講的 所以就特意看了他就來開咪啦 但今天主要的好像是講兩集為主 第五第六集也是先講兩集的 第五第六集的劇情 第五集一開始就計劃前一點時間 就是同人被人打完毒針之後 進入了急症室的那一段 一直在手術中 然後臭雞阿絲娜就在外面等 然後直葉和同老母就出現了 同老母 你好像同老鞭那樣 其實應該是直老母 那都是同老母 她是同人阿姨 不是 收了回來都可以當媽媽的 然後就離開了 然後就說原來同人脫離危險期 但因為她心臟停了超過五分鐘 老婆可能受損害 那就要鑽院觀察 甚至乎鑽院去另一些醫院 鑽院手術之後 他們打算再探同人的時候 就發現不可以見面了 就說因為她在一些儀器裡面 接受治療 就不可以見她 然後臭雞覺得 有些不妥 我想見我的兒子也不行 那就 有些擔憂了 那她會做些什麼呢 當然是打遊戲 我以為她是什麼 就是害怕 搞錯 我兒子在醫院的時候 不知道她在哪裡 糟糕又出去吃女兒 不通 那就馬上去 心切治療部也吃女兒 裝在心切治療部 請她吃護士 你沒記得嗎 當日在這個ALP 她旁邊那個是誰啊 幫她插部機那個啊 還會有興趣的嘛 這個後面會再提到的 後面會再提到 這裡搞了一大輪 他們就覺得 有些不妥 因為她就找了柔醫 去幫她們看過 就說根據轉院紀錄 就真的轉了院過去 但如果根據這個 閉路電視所得到的資料 車就沒有去到那間所謂的醫院 神經病 猶豫真厲害 那到底怎樣呢 他們就叫猶豫去調查一下 同一時間 他們就走了去那間 叫拉斯 那間公司 就去調查一下 另外的就是 看看舊車去那邊 這樣分兩條線去進行 那我看到這裡 我就看著 就是當我看著 臭雞拿著電話 在看童狗的心跳 沒有了那個心跳 那個 那個記錄 那個記錄的時候 但是你那幫人 談過這樣的資訊 要特地進去A-L-O 裡面談 我就覺得很可憐 就是是不是覺得 沒有短訊 沒有電話 譬如我照著電話 連我WhatsApp群都沒有 這幫人其實是嗎 就是太先進先進 到沒有WhatsApp 但是又算不先進 就是我跟大家約 就是說 喂 待會下午哪個等 吃飯了 都要進去A-L-O 那種感覺 他跟職業多麻煩 我們一會兒回家 online 再聊 然後回家 就要戴著那個東西 現在又上網聊 會不會太麻煩 不如發出聲音訊息 不如發出聲音訊息 FOR THE FUTURE 你見不見 FOR THE FUTURE 那些公司 例如FACEBOOK 現在主力研發些什麼 VR Social Network 阿朱在白駕 可能看SEO在上路 還有 你記不記得偉大 就是特地戴個VR眼鏡 給個LIKE人 FOR THE FUTURE FOR THE FUTURE 你的手就是做GUCCI FOR THE FUTURE FOR THE FUTURE 你要拿個VR那邊玩 做個GUCCI FOR THE FUTURE AR scan手指公 FOR THE FUTURE 記不記得跟一個偉大的作者 一套偉大的作品 這個聚烈爭戰 我記得 記得 他裡面都是要戴著那副東西 然後不知道怎樣 才發出訊息 一對講完 其實我夠為我夠 我整個group都沒有 LINE group都沒有 然後你覺得 柔依其實也是一個陷糕 玩夠他媽媽的 叫他媽媽跟著那條路線 怎樣找 那個預計路線 怎樣去到我碼頭上 去到我碼頭上 沒有 什麼都沒有 根據這個閉路電視的記錄 早幾天這裡有個直升機飛了 你早說了 你老婆 你老婆 真是壞女來的 我老婆 我是瘋人婆山的 那個傻瓜 我真是屌臭你那個老婆 你老婆 我開了這麼傻臭的內車 你現在才跟我說完 直升機 哈哈 你早就說我車也不肯定開 是嗎 電動車也開了充電 你是油的 都入油 你們自己去租直升機 就算了 我最不肯定了 不是的 我覺得克萊恩 做柴侯夫司機 他是很享受的 你看不到他 難得可以載著幾條女到處去 有機會做兵 很可悲 很可悲 同人進了ICU 我終於可以做他女的柴侯夫 上次我進了ICU 都這麼久沒有人來探望我 不是,他不是ICU 他進去很空病房 對,好像真的沒有人探望他 有 同狗有 同人有去探望他 那些誰叫探望他 他是布料 你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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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就有 訪行名單就有 有就有 是 慘 另外 柴侯依也玩過另一邊 就是跟他們說 是 師奶那邊 是 拉絲那邊那個 稟大廈 首位好心嚴 但是看回 閉路電視 應該救護車沒有去過那邊 噢,我丟你了,我沒有 其實他分這麼多條線來都沒有意義 我看著你分線做什麼 你不要好像很有計劃 好像有合力 其實柴依也不是第一天 就是說我探望他 但是最後不知道他在哪裡 然後大家說 我待會去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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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收穩了黑羅欣錢 黑羅欣可能會給他幾個錢 你跟我講一講 玩夠兩邊 那我可以再有幾條你到處去 你記不記得柴依的最初的設定是什麼 他在SAO裏面是一個支持的CS 那CS的遵守的目的是什麼 沒有問 不用說的 噢 他都是照單位來講的 好像很合理 就是問同仁去了哪裡 那他就說 同仁不是做幾天 運了又不知道在哪裡 那我過去那個沒有 當然啦 兩天前就丟你 我覺得柴依應該要加兩下冷笑 哈哈 計劃通 是啊 因為他兩個錢走了 所以 不加兩下冷笑 我就真的覺得很笨 柴依 這裏什麼都沒有 老爸 搭出升機走了 哈哈哈哈 他竟然整個是一個轉機 兩天前 中途轉機 真是壞蛋 那也算了 去到那個位置 臭雞突然想起一個名字 就是神代林子 好像是這個名字 就是那時候茅長晶宴提過 其實是絕劍編提過 就做了一部機 出來就依勾 絕劍 那部這樣的機 就說是關茅長晶宴的事 那他想起這個名字 那他一想起這個名字 就馬上去Google 跟著Google的紀錄 我冒著 拿個名字去Google 就很糟糕 他就真的Google 他說最吻合的結果 就是一個來就讀麻省理工大學的一個女生 就出了一張照片 我看著其實這個推論是怎麼出來的呢 到麻省理工的一定是 不不不 就是這些 你怎麼說他是懂得sort 就是他懂得sort那些search result 可能有些search result 就是search 出來的那個小毛來的 影子照片全部加上貓 貓 貓鬚那些 一看就知道這些 不會研究部機 他研究部機 我睡覺都死了 是不是 就sort了走 然後有些可能什麼歌手 就sort了走 不知什麼春就sort了走 sort了走 sort了走 sort了一個是研究科學東西 那應該是這個吧 不是喔 大王 你看看之後 谷剛那些研發團隊 那些人都不像是正常工程師來的喔 那你再加上茅長 茅長 還有你看看SAO的設計那些 都不是正常人都想到出來的喔 一句說完 有猶豫 沒有黑衣 我覺得 我覺得我推理的效果有點差 有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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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那你找到神代男子 原來 鏡頭一噴噴到神代男子 那邊在搜尋 電郵 那他就回上一段 跟茅長的往事 那我就 突然間在那一刻 就發覺SAO一直以來 我們最大的一個謎團 什麼謎團呢 茅長為什麼要設計SAO 啊 你怎麼找到啊 他就在裡面說的嘛 他說他從小到小都經常發著一個夢 就是一個城市 每一層都有城鎮 有森林 有什麼樣的 那每一層都有一個樓梯 就要一層一層打上去 一層一層走上去 走到去頂層 然後神代就問他 那走到上去頂層有什麼 他說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走不到上去 我再 再進不去那個夢 那到底當中的分別是什麼呢 他那時候 跟神代想之下 在一個什麼情況之下 說的 茅長在吃事後煙的時候 說的嘛 他們是幫完東西的嘛 就是說 茅長第一次夢為之後 再進不去SLO的世界了 他已經脫離了童年 最有青春期 再進不去SLO這個金銅幻的世界了 就是要童子生才可以看到的 那夢為之後也是童子生的 就是童職播法師 他轉了職 所以就進不去SLO世界裡面 所以就要想辦法進入SLO世界裡面 所以就進入SLO出來 是啦 就是他發覺 自從我懂得扯奇 會夢為 開始看AV之後 我最進不去SLO這個 這麼純潔的世界 哈哈哈哈 那這件事也解不通 你是會把SLO的世界出來 但是 你不用搞死亡遊戲的嘛 他是想有人去到第一百層 哦 就是 因為這遊戲太細 你不困這群人在 就沒有人會打那麼久 設計的 你這群人在裡面夢為不要緊 你這群人在裡面夢為完都在裡面 你這群人在裡面 不需要扮 對 你在現實世界 你一陣夢為完 你不再進來 那怎麼辦呢 發覺打遊戲都是傻的 就是可能 打到二、三十層 那些人都棄了遊戲 對 所以要找到這群人在那裡 讓你打到一百層 那你不如像minecraft那樣 自己建一個private server 自己在那裡組裝吧 用不著找那麼多人一起 一起在那裡組裝 我只沒心機玩那麼久 所以去到這個時刻 他也解釋了大家 為什麼茅長說他已經不記得了 他為什麼要做SAO這個計劃出來 他不可能跟你說 他想找回他的童精 哈哈哈哈 就是不好意思說出來 他不同人有 所以你看到那一幕 然後問他 那為什麼你要做這些事情出來 他就馬上轉向一臉 看著遠方的直影 我都不記得了 不要問了 不要問了 不要告訴你 不要告訴你 你不要問 而且你看到性慾 是對SAO裡面的人影響很大的 衰鄉也是因為想拍AV 所以搞成這樣 但相對來說 我覺得衰鄉的決心大一點 然後其實Deaf Gun 也是想吃女兒 想吃個司奶 是啊 他也是想砌女兒 所以才搞成這樣 啊 講進去也是想吃女兒 其實性慾對SAO來說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像Darling的粉絲一樣 厲害 恭喜你 你找到這套東西的忠心思想 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這集真的很重要 他跟阿林子在床邊說的那段說話 突然間在兩季之後跟你解釋 這些就是伏線和mobile 很難看 嘩 我想起聽眾朋友跟他們說 有很多位就是阿祖哥才能看到 其他人是看不到 真的 你連千古迷拳都解釋了 真的好嘩 阿祖哥 他真的 聽完都猜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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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就這樣刪除了 是不是 而且他知道過往的事情 因為他想起也解釋了 為什麼當天幫茅翔 就是說 不知道打了什麼 炸彈 有個未形炸彈埋在他對球裡面 我想問怎麼埋的 他後期都說是假的 是啊 就是 茅翔可能嘗試捉住 我買了炸彈在那裡 他就說 試駕陪你瘋 還有其實你看到 其實茅翔很害怕林子 如果你看回那一幕 他不是說去到那一幕屋找到茅翔嗎 他一進去的時候 茅翔的臉是在升降落的 證明是林子 然後勾索過度 不斷要搶他 欲求不滿 是呀 搶到茅翔要走去 深山裡被勾他 我不想打中 那隻熊貓 我不想放東西 然後你想想 林子一進去房間 茅翔就說 我真的搞你不行 你又找到我 馬上想想想他打機 糟了 我不要搞 我打機 不用理會 你見茅翔其實是很害怕林子 就很慘 我不想放東西 我不想放東西 我已經覺得有點不妥了 用Face ID解釋 看著 用Face ID就可以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為了簡化一點 程序 我們還有三層金屬探測和爆炸品要經過的 過完之後就可以了 這樣 進去我就發現 鞠躬的全家屬做什麼 原來是想 鞠躬的全家屬根本就是想吃林子 他不斷發電話 約林子 不如出來聊一下 不如出來聊一下 喝杯飲料 聊一下關於我們這個計劃 這個Airlization的計劃 跟你說一下 約約約約了這麼久 林子終於肯應約了 林子一刻推開門 進到他的辦公室 阿哥哥穿著玉衣走出來 他說真的沒有拿著威士忌 你媽媽 所以拿著香檳 拿著威士忌走出來 怎麼樣 終於肯定來了 怎麼會變成 最佳格鬥員黑熊 我家的床很大張 他家在電視 你仔細留意一下 他看到林子 穿著玉衣出來 林子想起筷 突然看到後面還有一條女兒 他看一看 要輔導員加多200 飛虎出征 對 抵不抵 有你斯德倫門爆炸糖嗎 他在想抵不抵 加了200元 即是阿公公是外賣 這個什麼 什麼八不知幾個 來找我 這個時候 我也明白到為什麼 他要有金屬探測器 走過金屬探測器 不好意思啊 神代小姐 由於你的巴巴有鋼 先麻煩你脫掉它 即是不要給 哦 根本就是一組脫掉屍 即是不要戴上 不知道什麼 push up那些 不要待會放不對版 跟那些男人下去 玩夜總會那些一樣 那些女兒一進來 就拿下去 有巴那些 就罰她喝兩杯 就是這樣 哈哈 阿祖哥平常去開這組會這樣玩 神經病 那些有錢人都是這樣玩 一拿下去有巴的罰他喝兩杯 銀手 那些我們真的不知道 真的叫阿祖哥先說到 真的阿祖哥先說給我們 有空帶我去威 阿祖哥 一拿下去 那些東西銀手 玩不到下去 除了他喝兩杯 這樣就要 不是的 不是的 但是我們想套一個租 你說什麼要簡化一些程序 就是讓大家進去 不想繁複 那也好 我那時候說 政府部門做事 太過繁複 太過工序 但你那個國家的機密 國家防衛省 其中一個秘密研究設施 就是 你在一個這麼厲害的地方 你是不應該簡化一些程序 他吹得這麼厲害 放在那裡 其實是一家海上賓館 只要你把那裡當作海上賓館 不要當作海上防衛省最高機密 因為我的理解就是 越是危險 越是重要的東西 越是要多工序 你正如射核彈那些 你不會在手機開APP 按按按鈕 射了一支核彈過去 不知哪裡 Siri幫你射 Siri幫我射核彈 你不會 你嘗試走到五角大廈 你有沒有看到人穿著浴衣 在那裡走來走去 擺明他就當作是分門 五角大廈沒有人穿著 阿林子真的有問 阿菊江的嘛 你為什麼穿成這樣 阿菊江跟他說 我在這裡悶了一個月 是時候解放 阿菊江的 阿菊江的 我心裡是一個國防機關 最想要看一見浴衣 我真的不想要說 你跟你說不是賓館 是國防機關主題賓館 阿菊江的 那個技科少人用 阿菊江的大公司 這不是有給員工預約度假屋的嗎 哦 員工福利 員工福利被人預約度假屋去玩幾天叫買公司 那個是國防部被人預約的賓館 那是國防部被人預約的賓館 或者他預約了 他預約了這兩個月 我去度假 他叫女兒過來 阿朱哥你怎麼看這麼厭 說真的他真的這麼說 我看的真的不說 哈哈哈哈 你不覺得他穿著一件浴衣出來是外眼的嗎 國 不是啦 你說的就是國 你一穿著一件浴衣看著不是 怎麼會穿著一件浴衣出來的呢 不認識呢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租都還不是這裡 是林子旁邊的助理 表露真身的時候 你猜是猜到的 但他表露真身的時候你真的忍不住 叫我看的不認識 阿朱哥在看他那時候是怎樣 我沒有什麼的 他馬上除了假髮 除了那個黑超 原來就是臭雞來的 是啊 是 立刻迫問谷剛到底 同仁在哪 收了同仁在哪 那麼谷剛迫願無來之下 就唯有將他整個計劃和盤托出 但要先說他為什麼能潛入到 就是Face ID 為什麼你會進來的 我們那裡明明是用Face ID去 unlock 我明明認證到你就是林子在大學的助理 啊 我換了大學裡面的照片 我們那幾個小朋友 很厲害突破防火場 有有意 沒有刻意 我純粹在那裡想 換照片而已 用不需要突破防火場 林子換了 是不是 哈哈哈 你才有一個大學教授 你連說老長的照片也做不到 還要呢 谷剛旁邊的那個小朋友 還要立刻看到他脫假髮之後 即是看到他身份之後 他還說了一句 是笑笑嘻嘻嘻 就說 我早就知道 他真的是那個安全漏洞 我是谷剛 我立刻叫他收信 立刻踢他走 就好啦 我是谷剛立刻立刻受槍 扔他到海 海中心 下去餵魚 但我一定是谷剛 我一定會扔他下去 那看看他要的是什麼 他想扔他就扔他 哈哈哈哈 我真是好看 到底谷剛需要什麼 我去賓館打算叫雞 那雞來了 帶了一個輔助員 那個輔助員來找他自己的兒子 那我又不用殺了他 是不是 哦 對 雞也有人權的 雖然只是一隻臭雞 也有人權的 哈哈 OK 就乾淨人說 不用殺的 對 當然以國防的角度 應該要殺了他 是要即時殺 必須殺 喂你不滅頭 好啊 都起碼叫他簽一份話 不難好說出去啊 喂 其實 那要先說一下 因為 私人很威風 潛入了 我覺得很恩有自信 很恩威風 潛入了一個國防部 防衛省 最高機密的地方之旅 而且在裡面表露身份 說我現在擺明是踩你的牆 你現在有什麼東西跟我說出來 但是那個時刻 你真的難保重的感覺是 喂 現在這個時候 首先是別人的牆 還有國防部 還有海中心 其實死了都不知道有什麼事 還要 你用來自信 在這個時間牆 還要站得很恩 有霸氣 拔褲子 拔到像Com Cruise 想要脫掉他那副 什麼 Mr.Impossible 一脫下來 怎麼可以說的 喂 真的你被人馬上拔了 你真的把你磨粉餵雞 磨粉餵魚 真的 我想說 就算你猶豫 也不是萬能的 真的 一槍打死你 然後拋到大西洋 都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喂 我覺得鞠躬 看得動漫畫作品少 一定是學遺作 學他卷學法 大家記不記得遺作的劇情 他可以抓了一條女孩 在地牢裡強姦 接著那些課學去找他 他又抓了另外的女孩強姦 他就抓著阿林子和阿臭雞 奸咬他們兩個人 都是為了鮮肉 那師奶他們發覺 那兩條女孩不回來 就會去那裡找他們 那就越多就越多女 那黑來英過環 那怎麼辦 那你 說不定是錯手中意 你怎麼知道 或是 地方的魚需要餵食 有魚糧 終於有 還有 他真的和伴 拓出他整個 他又真的說好東西 是啊 是 你是笨 我是不是 我把那間道家屋過來 大家 把酒言歡 我打算叫林子過來 大家一起看這件事 其實你不用說 他真的都給人聽 以邏輯來講 林子是知道整個計劃是什麼 但是他在那個時候 既然帶了臭雞來 林子是會幫臭雞的 那我的謊言是騙不了人的 是啊 或者說了給你聽 想拉攏林子的人幫忙 那些 其實都未必是跟拉攏林子 既然林子已經在幫臭雞 我想做任何狗的理由幫臭雞 都會被林子踢爆 而我代表了林子是幫他的 你帶來的時候 但是 那林子何必要帶臭雞去呢 你知道的 這些東西你知道的 混蛋 他不知道全貌的 是啊 他不知道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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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他只知道技術 然後他們就研究 就是在這裡說到底 整個所謂的 是做什麼 就是說 因為他們用這個搖光系統 做一個新型的AI 以前的AI就是由上而下 將所有的教給他們 現在就是一個下而上的 用一個電腦系統 模擬人類的大哥 讓他們自己去學習 這樣就能夠解決到一些 他們未遇過的事情 他們會懂得自己思考的 然後搞搞搞搞搞搞 搞這麼多事情 最終其實的目的就是 要製造一個AI 是懂得殺人的 因為他們發覺他們製造出來 由下而上的AI 實在太過善良了 是完全不會做壞事的 所以他們就要加入一些亂數 就是將活生生的人 放進去 就讓他們產生一些亂數 我沒有想到 你真的遇到童狗 會做噁家產業的 要教壞人 第一時間就想起童狗 哈哈哈哈 世界的扭曲點就在這裡了 要教壞人這方面 他就是專家 我真的不明白 他說 為什麼要選童狗 除了不打不撞 被人打了毒針之外 就說 因為當年SAO選 就選你最快 你沉在這個 網獨裡面的網獨 是最厲害的那個 我想說 如果真的 應該不只他一個 我想說 真的在那裡兩年 而沒有死 而出來 又健健康康 又打人 黑來人也是 不不不不 但是要找一個 最專家的那個 你有沒有看過 港產片叫什麼 百年好合 我好像有看過 古天樂 做什麼 不知道什麼 春雙女王 總之你要被 一條女兒要被兒子 傷害的 你就去找這個人 他肯定傷害了你 那現在這個 就是同一道理 我要教壞人 誰啊 找童狗 那一張打了機 他會出Tweet的 要教壞人 他是專家的 教壞人方面 教壞人方面 你那個哈萊欣 不要這樣教壞人 哈萊欣還說 喂 找些粉絲一起去打寶 哈萊欣不會這樣說 哈萊欣不是有時候想出錢 琴擦仙琴王 我還是說說一句 最大的那個 SAO攻略組 當年你不要說什麼 progressive 不要說什麼外傳 你就算正傳 都可以 整班人在 你SAO學員 本身 是有個學員的 你整班人奪了 就算了 你要分清楚 他的目的 是要找一個擅長 玩網遊 要在網遊 要在網遊 一段沉迷的時間 不能夠太短 第三項 是一個 喜歡玩筆的 是你的 浩家富貴 最主要經常教壞人 專門拿筆來轉 浩家富貴 那是成功的 一進去UW 就馬上教壞 用劍技 去出Tweet 浩糾糾的 教壞人 真是無敵 其實他在講 要找同人 去教壞AI 的時候 我也覺得 為什麼這麼奇怪 然後他停了 然後 阿斯拿 補充了一句 你就是想要教出 能夠殺死對方士兵的AI 將它作為軍事用途 我想 其實現在的AI 就是會殺死對方的士兵 你研究你做什麼 我想說我們上次講的哥布林 理論上那群哥布林 就已經是一群AI 只不過是不同設定的AI 其實現在軍事科技用的AI 從來都會襲擊敵人 不襲擊自己人 對啊 哥布林沒有襲擊自己人 他還在一起搬到Aless 回到市都 其實為什麼 不是 搬Aless的妹妹回到市都 對啊 喂 張宅哥布林忘記的AI 是不是結束了 其實結束了 不是 怕開發成功了 其實不用 由始至終 現實世界的AI都是 你有沒有看過 美國按過導彈後 是射回自己的東西 我也是追蹲著 對面的飛機來射的 他失敗核爆的時候 就是 對啊 射一條 沒什麼可行的 你研究完一天 你發覺 我原來有的 我看著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 沒有人提醒 他有的 這位置 如果有福田豪 一拍 你下一集出來 現在不是有 然後這集就完 是 你要很清楚了解 穿完 跟他的粉絲 會說一件事 我們上次討論 SAO 那時候都說過 現實有 不代表裡面有 沒有的 嗯 一個可以玩潛衡 玩 Full Dive 有 不知道什麼 春夜 又有 罪爭者 的世界 沒有我們現在的世界 AI 你看一下 柔衣 柔衣 那個電潮弄爆 他死了 他那時候已經做到 你叫他做 他應該肯做 所以我覺得 SAO 最基本的一件事 已經是昂舊 就是 谷剛搞這個 這個project 還要搞到整個 什麼城市 要怎樣 怎樣 設定一些 律師 然後要 用一些人 有些公理教會 有些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昂舊 不是 有一套 谷剛 就是什麼人 房衛省官員 那就是什麼人 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 不是就好像香港的那樣 你orschot 這些大型機構 怎麼が taples 我現在就入止用 他說我 要修申了 用知能力 然後蓋舊 倔由海規 這就是這些 就會給你一些 相熟的承辦機構 去做 然後電腦 他說一個朋友在 研究電腦 那個人現在就接了 便接訂單 阿 整個 其實是這麼私相仇仇 其實是港珠澳大橋 這個原理就解通吧 簡單來說就是開個Post給自己放棄 是呀 你不搞那麼多東西 他哪會趕去炮火 難怪都要穿著浴衣出來 是呀 是不是先解通了? 然後找到自己以前的同學和朋友 是呀是呀 這邊的場景還不錯好玩 你過不過來了 原來是在這裏 只是契弟來的 然後結束了這一段 臭雞知道了現在同仁的狀況 那他就不能夠見到同仁 探到同仁 因為同仁還在那裏 那他就把這個消息帶了回去 就是外面的社會 那他第一樣做的是什麼呢? 打機了 馬上說話 然後政府部門的Wi-Fi很快 就是跟他們說 我已經找到同仁了 我把我今天遇到的經歷告訴你們 大家跟著我聽過那些Vlog 那些Vlog 大家跟著一起去找同仁 收入打卡好去處那些 是用來做什麼? 研發一個戰爭用的AI 是所有國家都想搶的 而Azila 就把這個國家機密 國防機密 進去那些Online遊戲裡 跟那些朋友說 那我又覺得沒什麼 那也沒什麼? 你試一下 你現在上高登有一個人跟你說 他進了國防部 不知道看了什麼之後 就是進了中聯辦 你也不相信他 你問我答 那些 今天去了國防部最高設防機密基地 你問我答 是啊 你也不相信他的 即是谷光在死沒有人相信他 是啊 有狗狗去說 你一個臭小子 有狗人相信你 什麼狗狗 我是谷光真的滅了他的口 婚女師丟外餵魚 真的 就算不婚女師 方長線丟大魚 你也找個人跟著他 找個勾他 是啊 應該要 即是谷光真的 大哥 他還要一群人在這裡坐 然後師奶就 原來你 原來有這樣的計劃 我覺得他們的反應 就好像 擔心一個童狗 多過 覺得自己聽了這些東西 不會被人滅口 他根本很擔心童狗 裡面最擔心童狗的是誰 就是 鑄劍妹那條臭小子 我很欣賞他的表情 就是他們本身都坐在那裡 很擔憂的 聽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說 和人進去那個世界 和人進去那個世界 認識到一男一女 他一說到他認識到一條女 鑄劍妹就皺眉了 鑄劍妹又吃女嗎 鑄劍妹又吃女嗎 多見嗎 房間沒位置坐 是啊 你看到鑄劍妹的表情 是很細緻的 那種厭護的眼神是玩得很好的 A1真的做得很一流 那個厭護的眼神 這東西真的是你才看到 他真的有表情變化 眼神是很厭護的 不是我自己想下去 他真的畫了一個變化出來 然後說了一大堆東西 說到最後 阿斯蘭就說了一句很重要的對白 我現在去見童狗了 我又飛了 我又見童狗了 但是我應該看見童狗了 有一個是我的女兒 不是你的女兒 她只叫我做老婆 不是叫你做老婆 所以我覺得整場根本是不重要 但最後最重要的都是這句 我現在去見童狗了 我想說真的摸一條繞是work的 我想說 當初 他們這群人去找童狗 當初的原因就是童狗不見了 如果阿菊江那些 在說全世界只有我們這個設施 可以救救他 那你就跟他們說 我說我送他們去我們的醫院 就不行了 你跟他們說就行 你搞那麼多東西出來幹什麼 因為這樣說 如果你說你是國防部最高機密 又真的不說 你說我拿回政府的醫院 就算了 但我也不能阻止他們探病 這樣說 如果你說是國防部最高機密 那些for the future 我覺得不說是OK的 但是 阿斯亞進來就跟他們說了 那你是不是真的這麼機密 我不知道 我理解不得到 那谷江也說 我們都說了 谷江找這個位置出來 都是為了掠水 就是閒氣的 他有加拿去說的 就是好像那時候 不是啊 閒氣那些東西 被人踢爆也很嚴重 好像那時候 那兩個公務員 互相買一層樓 租給對方的那個 拿進鐵那兩個 就是 那些東西都黃了 不如你也加油吧 嘗嘗 嘗嘗 我給你 沒有一件事可行的 閒氣那裡 神經病 神經病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最初那時候 職業和阿臭姐很擔心 也看到她媽媽在 我想說 其實她沒有表演她爸爸 但兩父母聽到兒子被人在街上 按鈴噹打完毒針之後 我覺得他們的表演應該 是要激動一點點的 嗯 是不是表現到 其實他們兩個都不在乎阿同仁呢 喂 都不是親生的 屌 養了你這麼傻多年 你穿了很快點死 可能買寵物保險呢 哈哈哈哈 這個世界真的很醜 我還想說 我還想說 走哥想到很醜 喂 你這傢伙都經常搞我的女兒 在我隔壁房拼我的女兒 當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他爸爸好不好 就變成了劉青雲 是啊 現在你吃完我的女兒 你還問我有沒有甜品 是啊 還問我家裡我煮 是啊 喂 真的要忍你很久了 其實 但是阿斯拿雖然好像很胃 我現在去見童狗了 三分鐘之後 他就發現原來他輸了 阿護士姐姐跟他說 我為了童人的肉體 我這份工作都不要 我特意過去照顧他的肉體 童人的肉體以後就交給我照顧 有這樣說嗎 你夾著一塊玻璃在外面看 臭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沒有的 阿護士姐姐不是這樣說話的 不是 阿護士姐姐跟他說 以後童人的身體就交給我照顧 好像真的有這個 哈哈哈哈 我又是 是啊 他根本就是侯著童人的肉體 所以走過來 你隔著一塊玻璃在外面看 那些悶動的童人的肉體 我又去幫他抹身了 臭雞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女班衰鄉來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當然衰鄉就逼勾著童狗 看他怎麼加阿斯蘭 現在護士就逼勾著阿斯蘭 看他怎麼加童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女班衰鄉好厲害 我想提醒大家 其實那位護士正式來說 都是防衛省的員工來的 所以也引證我們剛才推論 其實谷剛在這個場上 是真的為了這些東西的 喔 那護士有解釋的 雖然他也是防衛省的人 但是他是防衛省的醫務部 他是一個純種的護士來的 什麼叫純種啊 就是不是Cospeat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只是聽過什麼 純種牧羊犬啊 純種薄尾啊 我沒想過會用純種的護士 純種護士 我真的沒聽過人這樣用這兩個字的 走哥 哈哈哈哈 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們留了一段很重要的劇情 是 就是在這裡說回神代林子 為什麼神代林子會肯幫阿斯蘭 就是那時候跟人是找過神代林子聊天的 就是說他 找到對方的 找到對方的 就找到這個是 茅長留下的東西 這樣 那其實呢 我看的時候 我很疑惑 我沒有看過這一幕呢 我特意找回 我特意找回這個 SAO 重看了一次 我沒有重看了 我當然要找回那一集 就是絕劍那一集 原來他是有提過他 找到 就是找到神代林子的人 有人還看過他的嗎 但是沒有畫到那一幕出來的 他們看到沒有畫到出來的 那就OK的 這些就是伏線 過了一季多 終於放出來 他們看到那一幕 那相比茅長那條伏線 現在解釋我那條伏線 回收得厲害點 漂亮啊 還有呢 神代林子講的那段 對白呢 跟茅長都是有呼應的 神代林子就是跟人說 如果你對茅長 對茅長不是單純有恨意的話 你怎麼去 就是說 我希望你不是對茅長單純有恨意 怎麼處理這件事 是交給你的自由 而 茅長交給同仁的時候 是說什麼 如果你對這個世界 有一絲非恨的情緒在裡面的話 希望你可以好好地利用它 茅長和他的女兒 是正在呼應的對白 這些就是精煉的對白 有鋪排有劇情 好啊 對姦夫淫婦 然後重點的劇情就是 神代林子就是跟阿斯拿聊天 就是跟他說這件事 就是說 希望你們都不要這麼怨恨茅長 阿斯拿跟他說什麼 直到今時今日 我都不清楚到底自己 是不是真的這麼討厭阿茅長 雖然他做的事情是無法原諒 但是在SAO裡面那兩年的時光 會作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這樣保存著的 死了那六千多人 是死有餘估的 就是 丟你了 我看今末的時候 我完全騙到他的意思 是 哈 我都知道阿茅長害死了很多人 不過我又溝到那條子 其他人滑架家產 基本上就是這樣解讀的 可以 他不是跟阿東 怎麼會有什麼好眼摔街的東西 就跟九一一一無一樣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那兩年的記憶 哈萊恩來斷了手 跌了街入住 無所謂 所以 是天生一對的 真是姦夫配淫婦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的 就是 跟阿斯拿的情侶描寫 跟茅長和神代林志的這個描寫一樣 兩隊都是全家產 要全家產才配 當然是全家產 你看到其實 阿村元在寫情侶裡面 是特意加入了他獨有的一個特性 每一對情侶都一定有這個特性 哇 這些東西真的連寫寵妹那個寫不出來 是啊 這些東西很難 他真的特意為每一對情侶加這些東西 而且大家看到其實阿斯拿是有點後悔 後悔兼什麼 在SAO那兩年是她最美好的時光 出來之後就開始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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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老母 不是 你們SAO裡面 她們兩個是一起出去打野的嘛 出來同狗吃軟飯嘛 我怎麼猜到出來的兒子吃軟飯 啊 救命 一見我有錢就只吃軟飯 啊 上次還要叫我去美國找個房子啊 還搞不太強 你叫我去美國找個房子啊 等等才醒 啊 現在還要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都要宣示主權啊 多忙啊 後悔 我開始後悔 到底這個愛情故事能否寫下去 我都有點擔憂 但是認真我真的覺得很可憐的 那些對白其實 喂 其實就是說阿茅祥的女兒 就是幫阿茅祥的女兒 就是幫阿茅祥這個 好像灌飄白水 那我當你是她的女兒幫她灌飄 那還可以一點啦 但是 阿斯拉那些對白真的很可憐的 老實實 你真的 你在SAO裡面 你是看著你身邊很多人死了的嘛 現在你說 我不是很討厭阿茅祥 全靠茅祥 我才靠我小子 其他人說眼睛去死 那些對白真是 你作者見面也寫得出這些對白的 你總之粉絲不過問題 那些真的不夠 這些就是爆牆票白水 經常在那裡灌他女朋友 灌阿茅祥 灌下去就是 其實那兩年 是死了六千多人 不要緊 你看看 我們用聲爆氣球 玩得多開心 那種感覺 現在是特權階級 你那幫人玩得厲害 啊正啊 玩得炸那幫人 你打機廢你去死了 你去死了 不是 所以我覺得很癢 很癢 很癢 那些對白真是 是啊 如果粉絲不覺得有這些問題 我真的想問那些粉絲的腦 是什麼構造 他們覺得很感動 因為那兩年 對粉絲來說 他們都覺得 真的是一段很珍貴 很浪漫的時光 我也是價值觀問題 我已經不知道雞是雞蛋的問題 一定是雞 一定是雞 這段話說的就是雞的問題 不是 雞 雞 雞 我不知道雞蛋才厲害 有雞先好不好 這段話說的那些問題 一定是雞 不要 雞蛋裡面的那隻都是雞 我覺得價值觀園 完全錯了 那些粉絲說沒問題 是連他們的價值觀都很離譜 那我只可以跟大王這樣說 這個票白水只要會越灌越多 在後面的劇情 是所有人都會受這個票白水的影響 那阿祖哥看過你那一點 我只是 我看完這兩集 其實我覺得很滿足 我覺得是 我了解到茅牆為什麼要做SAO 到底夢為對青少年的影響有多大 還有破處有多厲害 很重要 我還有公務員怎樣去找一些POSE自己脫水 哈哈哈哈 就是我看哪一集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好寫實啊 那 就是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這套人在青少年之間這麼受歡迎 就是破處和夢為對大家的影響有多大 應該 我想說 什麼 不應該這麼受青少年歡迎 我的價值觀全都錯了 大佬 即是你媽媽是那些年輕人看完之後 就會覺得如果我早點破處 我的價值觀就不會錯誤 哈哈哈哈 媽媽你不是肚子給我 我是路過的主持 你剛才說了一句我好難認同 不破處真的很難難 很難大 你這樣不知道我什麼東西前面後來 你回來撻什麼嘴子 那就是現實 現實生活的價值觀在這裡形容得回來 是啊 知道劍刀法的破處是重點的 挺寫實的這套作品 是啊 我都咬出頓開完之後真的好作品 是啊 之後那幾集都還有一些警示的 那些 哭完喜劇了之後 不是哭完喜劇 當然不是啊 超級學校霸王 不是超級學校霸王 我們跟我們剛才說性方面是有關的 性至安全是非常之有關的 哈哈哈哈 我沒有氣 校園那些只是一個表面 跟SAO本身是一個網絡遊戲 都是一個表面而已 最重要的是表達這個童狗 和這個穿圓的思想 當然是 就是體能到我想吐血 不是啊 我笑得很開心 很開心喔 好看喔 我覺得很吐好笑 我是吐血那班 其實 我看了六集六集都很開心 每一集都覺得得罪很多 對不起我也是吐血那班 其實我也是 搞錯啊你們 我直接看完SAO 如果我那天看完 我之後再開其他東西 來看中和班人的心靈 所以我SAO一定要先看 那不行大王 為什麼 我們知道我理念格那麼遠 我要考慮將我節目 放在另一個平台上 哈哈 搞錯啊 放在一個理念接近的平台 哪個平台接近啊 你找到哪個平台是有價值觀的 不是有的平台是很喜歡 我會就集中了 哈哈哈哈 有些 有些 有些平台還有一些YouTuber 是很喜歡這套東西的嘛 就是我要考慮放在那些平台上 喂 怎麼我不是沒有看啊 我看完之後 這東西再中和亞而已 不是那個理念不同啊 你明不明啊 就是 你逼人家喜歡SAO 我很喜歡SAO 但我那樣是頂的 臭豆腐很臭的好吃 好嗎 OKOKOK 唉 沒有氣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就看看 到底同仁去學劍的時候 會是 那是學劍啊 屌他老闆 我想說 我們講兩集 就講了五十多分鐘 屌你老闆 逐分鐘就屌你了 說你老闆 是屌你 哈哈哈哈 逐分鐘就屌你了 為什麼你都還砍OPED 真的很像 說兩集就屌你了 差不多啦 這兩集 還要你解釋了 到底SAO的由來 大家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考慮鄭重道歉 就是我們經常覺得茅長說的 我都不記得了 是恥笑的 其實是他一個青春期時候 圍下來了一個很大的遺憾 悲痛 怎麼樣 師父我道歉 我覺得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各位 我們誤會了茅長 因為茅長真的忘了這些東西 原來是因為蒙遺的關係 所以我們應該要鄭重道歉 對不起茅長 我們不知道原來是因為你蒙遺 你不方便跟童狗說 所以才或者忘記了 對不起 鄭重道歉了 我代表我們是幾個主持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我真的不行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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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藍光議員 我們是幾個主持 其實我也不行的 你又要說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現在還說我 當然了 好了 大致是這樣的 大致是這樣的 這集應該都要問五十分鐘 不要緊 不要緊 今天我們也差不多了 之後去學完篇 鄭重道歉了 鄭重道歉真的不知道怎麼跟我們分析 好了 多謝鄭重道歉 先回來 我們就 今天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的刀劍監測驗回來 繼續和大家慢慢在深度分析 刀劍生命 拜拜 拜拜 多謝鄭重道歉 洪化 太陽 不會 至少 也沒有 我們下次見 哪裡 有賛彈 很好 你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